Van Berlin的衝球啊 所以說郭伯承到底有沒有機會上來 主動拳掌握在Van Berlin這裡 比賽進了兩個 古球為什麼沒進呢? 從我們的角度想的話 不過郭伯承還有機會 這是一號球形成的調球 這個球跳進的成功率並不低了 算是蠻高的一個跳 保了一點點 但彈多遠 差點九號 1號球彈下來 新城嗆聲 機會來了 對 郭伯承的機會 剛剛有點可怕 他就是9號球一路滾進去的樣子 因為我們從這個角度看的話 似乎是打整顆 就可以把一號 把九號球給打進了 好 那他選擇安慰守己 安慰守己 把吃板球清光 好 小拉一點點 這個四號球在上方 看起來其實沒什麼太大問題 對 現在心情要穩定一下 自己的這個衝球局 再拿下來 當然這個萬一槍尾局 那就是看看 應該沒事了 就是看看這個Van Berlin 他會不會這個慌張 因為最後一局是Van Berlin的衝球局 感覺上三顆球應該不是太大問題 好 專心保鏡 我球橫臺 8號的腰帶 一個釘桿 回頭準備把這九號球打進底袋的話 9比10 再回到警示一局的差距 好球 哇 郭柏晨緊咬著不放了 現在讓Memory更加緊張了 還在籃籃質疑 還在想高明球 剛剛那個跳球 為什麼跳不進 嗯 當然就是場上 你任何一個些微的失誤 都有可能扭轉戰局 所以 現在給了郭柏晨的機會 提到那個跳球 這個我們剛剛注意 不曉得這個 大家也會注意到 就是 那個Van Berlin 他的跳球的這個姿勢 握甘姿勢 這個 比較不一樣 他是 等於是整個手臂是擺橫的 嗯 擺橫的 當然不曉得對這個準度 是不是 會不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這當然有 有待研究 嗯 還不錯 這次衝就不錯 進了三個 然後4號再做6號 你目前的位置看也不是特別難做 對 這個小拉一點就好了 或者說推桿做中袋 看他的選擇 好 選擇做中袋 推桿做中袋 那麼現在6號球 以這個角度看的話 應該會選擇做底袋 做底袋 看看 好 還是選擇做中袋 推桿 推桿 做中袋 來 現在必須要左邊 畫面左邊來 移動 那個不是7號球 那個是5號球 5號球 我們看錯了 推桿下來 推桿下來做5號球 嗯 7號球再衝球進了 所以說現在6號球的中袋 好 6號球的中袋 然後推桿一顆心 這個8號球做底袋 8號球 他還是要選擇做中袋 這個中袋很小 要特別注意 來 一起來幫過程 他會祈禱一下 好 推桿一顆心 走到左邊 看看是不是走到左邊 好 還是右邊 好球 哇 這樣比賽要讓我們見識到 10比10平手之後呢 槍尾 槍尾局 好球 雙方打得10比10平手了 我們在這一天轉播 當然楊先生那一場很少也很精彩 那現在郭柏晨呢 是面對這個勁敵 選Membley 這是中美大展 那當然郭柏晨 這個小魔王 看能不能又一次把這美國選手給扳倒 心裡頭也非常忐忑不玩 不曉得對方會衝出什麼樣的球 那當然了 嗯 自己到底有沒有機會上場 是 選擇在我們畫面的右邊來衝 今天兩位選手都在相同的位置 嗯 好 5號球 5號球近了 1號球 有鬼字不利一下 有被飆到嗎 準度好的話當然是還可以 保底帶還是可以保得緊 但是這個難度是非常非常的高 這已經快要90度了 是不是要想還是想要進的這個 我看他有可能會做安全球 他可能會做安全球 因為從他之前的表現來看的話 他不是那種就是說會 會急功的選手 是 哇 郭柏晨有一些 難關要過了 必須要解球 嗯 這兩顆心解球 這場比賽來說非常關鍵的一竿 對 解兩顆心 解到保球 哇 看看機會如何 再回來一點 解到保球 哇 這個有一點點運氣 嚇一跳 解到保球 這個 這個解到保球跟沒解到等於是一線之隔 哇 這個沒解到的話就等於是自由球了 哇 解到保球 嗯 這個我想他應該不是說故意要解到保球 應該是不小心解到那麼保 幸運之神還有多少些眷顧 對對對 沒錯 哇 這個 現在當然打 應該不是問題 只是說接下來要怎麼安排 對 而且他這個球 也只能夠打到半顆球 從剛剛我們那個特寫鏡頭看的話 只能夠打到半顆 喔 剁桿 喔 右塞剁桿 下右塞剁桿 想要 想要讓 打到整顆 讓一號球一顆心回去 喔 哇 沒有進 差點進 哇 這個球 我們從這個我想這個各位觀眾都已經看到了 剛剛那個球是幾乎 只能夠打到右半邊 結果他打一個剁桿 打到左半邊 你看看 喔 這個差一點點打進 哇 這是意高人的很大 不過現在郭某城有一些機會 這球如果說被他打進的話 那不得了 這個球 因為他 他有下左塞 對 他這個球打一號球有下左塞 下左塞 但是打得太厚了 所以說某球跑不回去 現在也還是一樣 靠準度 要看準度 先球進再說了 好球 先球進 好球 而且底下的機會應該不錯 滿直的喔 這個巧克要擦好了 有點迷失了 這個球必須要打拉桿 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 這個巧克一定要擦好 但是拉強一點的話 應該是可以直線回來了 好最後還是選擇推桿 小心 小心 下了右塞推桿 結果母球落袋 哎呀 哇 在這個時候 這麼關鍵的時刻出現這樣的失誤 哇 下了右塞推桿 他為什麼不直接拉桿呢 這下完全送禮 哇 右塞推桿 結果母球直接 哇 這種 這個球如果要故意洗帶都還很難 嗯 哇 所以這下子 真的這個球要故意洗帶都還很難 非常非常難 哇 這個 那這種關鍵 關鍵的決勝局 就送禮給對手 對 這個球真的 故意要洗帶都很難 嗯 自己非常懊惱 下了一點的右塞 結果這個球啊 竟然會洗澡 對於這個Van Bwin來說 沒有困難 沒有難度 現在看起來 只是 只是跟 心臟的對抗而已 對 心臟 拜託你不要跳那麼快 嗯 那同事也要提醒你說 滾 沒錯 嗯 回頭現在看郭伯承 有沒有最後的機會可以復活 嗯 看樣子是機會非常渺茫了 哇 這要不要成為全場的最後一球了呢 哇 結果還是讓Van Bwin把這球給打盡 郭伯承 在最後一局的決勝局的一個失誤洗帶球 結果是葬送了這一次的勝利 沒有辦法跟楊青順一起在八強當中在奮戰 那當然這場比賽 郭伯承還是有一些小地方 我們覺得必須要稍微調整一下 對 他這場比賽 當然我們剛剛提到了 衝突到尾 最大的這個問題 還是在這個力道的控制 嗯